专门割后板的机器 专门割后板的机器 那么张公来亲自调火的 400的版 今天张公亲自来调火 看看张公这个实力如何 这水泥地都炸了 水泥地都烧出大羹来了 马上我割完了之后 给大家看看这个切个面 大家不要着急 就看看咱们配这个 做这个机器怎么样 然后看看张公的手艺怎么样 昨天割板的话 因为昨天用的是氧气的小蓝瓶 那么今天又割这个了 是因为咱们今天 把这个小蓝瓶串联起来了 今天送来的是串联的 在视频后面 我给大家也拍一个 他们用的小蓝瓶是怎么串起来的 但是一定建议用液氧 昨天割的话 割着割着压力就磨了 今天的话 这个串联起的瓶数比较多 压力还是比较牛逼的 就是太烫了 尽量用液氧 就是没办法 咱们新装的机器 看这种机器都装隔热板 都装隔热板 压力实在太大了 温度太高了 也录制的不容易 有想要后板的切割设备 或者有想学后板切割 靠掉编程 都可以找张公 然后马上割到头了 看看张公的手艺如何 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满意 这一块的话 比上块割的好多少 400的吧 怎么说呢 液氧效果更好吧 但是新装的机器 条件也没有这么好 有什么咱用什么 把这个问题克服了 克服了 绝对是表面没动作痕 垂直度嘎嘎地 我就说句报应话啊 就我调这个火 400的都有可能比他们割100的割的好 不要着急大哥 稍微等一会看看咱们这个面 到底怎么样 能不能达到你的满意 如果觉得张公哥的好 给兄弟我点个小红心 非常感谢大哥了啊 然后有不明白的 咱们这边晚上直播 我教你 马上到头了啊 大哥们 马上到头了 耐心等待啊 耐心等待 来把那个 要了 一个情节 下面那个 好嘞 反正反正 这小面 把氧化皮削一下 下面的氧化皮的情节 贵呢 我小一点 漂亮 你这没有没有这个 哎呦我去下面下面 啊下面下面 哎 这小活啊 看不清楚 我的手机嗷嗷烫 表面没有豆状盒啊 没有黄原状态蟹 哎呦太烫了 水泥地都炸了 看不见 马里看不见 哎咱们今天啊 换了小蓝瓶串联起来的啊 这玩意牛逼了啊 这玩意牛逼了 看不见 咱们的没有 没有